挑战用黏土制作火器印章 先准备彩色的黏土 这么多颜色怎么搭配呢 正好手里有一套玩乐主义新出的 斗罗大陆小说森林系列 用这个配色就确保万无一失了 大家最爱的小五 趴在大胡萝卜上也太可爱了 给他选了三个颜色 像这样扭一扭 搓一搓 拿出印章压一压 小五的专属印章就出现了 拥有双生武魂的唐三 手放在剑片色的蓝银草上也太梦幻了 来看看他的专属颜色火器印章是什么样的吧 压一压 主体还是以蓝色为主 接下来轮到白老大戴木白了 披着白虎披风淡定的坐在树桩上 他的配色选了四种颜色 压一压开 感觉还挺有科技感的 轮到他的CP猪竹青了 可爱猫耳朵上停着一只小蝴蝶 白虎加灵猫的配色是什么样的呢 压一压 张头正好有一只小猫真的太配了 哇 奥斯卡也太可爱了 好想吃他靠着的这根猪光质感大香肠 来看看他的火器印章吧 没想到混出来有点橙色的调调 拥有五魂七宝琉璃塔的凝蓉蓉 趴在软绵绵的云朵上 应该没有女孩子会不喜欢这个配色吧 另外这套盲盒有两个惊喜款和五个异色款 端合必得其中一个 我抽到的就是凝蓉蓉的异色款 印章就用了头发的剑变颜色 最后是斜火凤凰马红菌 这款是他身材瘦一些的时候 配色加点黑色 是不是有点酷酷的感觉 斗罗大陆主题黏土火区印章就完成了 你最喜欢谁的呢 快来一起用好玩的黏土 制作火区印章吧